感謝主今天能夠在這裡做 我是做那個蒙恩見證 感謝主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更多得主我 我先做一下我的簡介 因為我是小留學生 我是國小畢業就去美國 所以說你看我的學歷就是都在美國 然後為什麼我會讀經濟系呢 因為當初我在那個階段的人生很受快速得多金錢所迷惑 所以說都專攻金融方面的相關科目 然後之後我2000年回到台灣以後 我很幸運的一開始就在台灣當初是第二大的外資券商做金融股的分析師 然後也就之後也沒做了什麼成就 就回到家裡自己跟爸爸做生意 我是旭林姊妹 她家庭就要認識 對那我一直在台式服務 大概服務了十幾年 對那我大概也在十年前嘛 有回到那個政治大學去做進修 有取得那個碩士學位 不過今天主要是我 周立兄的他的忙碗見證 對 這張相片 這張有我兩張相片 左邊這一張是我國一 剛到美國 住在我舅舅家的第一個生日 寫膽膏 就是你看到那個還是有很多小孩的純真 然後 現在也有 然後 右邊這一張就是幾年前 我跟二社會所的聖徒 一起去苗栗的自來水工廠做相調 外出相調 這因為就是我2012年認識序林以後 就是開始過了招惠生活 所以這一張應該是有幾年的招惠生活 所以說有一些主的生命在裡面 我很喜歡這兩張照片 我先講一下我這些生平簡素 因為我爸爸有兩份工作 因為他同時是馬街醫院的會計士主任 同時他跟媽媽一起做外公留下來的一間 就是說進口絕緣材料 賣給台灣工廠的小貿易公司 所以說從那相片看起來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就是經常會這樣玩 溜兵活動 然後中間這一張是 我媽媽帶我入大學 入學留下來的照片 右邊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爸爸去參加畢業典禮 我們在學校留下來的照片 然後就是在一般人的眼中 就是說這個我從小的時候 那段時間就是比一般人還好一點 對 所以說可是在25歲那一年 就是1995年那一年 因為就是進入了黑暗的 人生進入黑暗 因為同時經歷了媽媽過世 然後爸爸投資失敗 所以說我們家的流動現金資產變得很少 可是雖然這樣子爸爸還是繼續攻擊我 幫助我 繼續在美國讀書 然後在200年取得博士學位 然後就回來台灣 他擔任外資分析師 然後也到新加坡的一家 德國的銀行 不是德意志銀行 而是德國銀行分析中國 因為那時候中國剛進去世貿組織 然後就是因為我的 沒有辦法適應那個壓力也複雜的人際環境 所以說就無法適應那個工作的環境 所以說工作時間也不是很短 然後就回家就是跟爸爸一起做他的小貿易公司 然後也沒什麼發展 就是在家就是事業無成 就是這樣子 然後也曾經住院療養一段時間盡情出租醫院 在人生沒有盼望的時候 就是那一段 200年初到2005年這一段 所以說在2005年 因為就是說我就在就很相信 就是信主 所以說有請我表弟帶我去長老教會的系統 就是那個是一個華人跟西方人在一起的團體 在台電大樓裡面的公寓 所以在那裡受盡 因為覺得已經取得上天堂的門票 所以說也就是沒有聚會 然後直到2011年就是6年後 主開始給我唸頭藥尋求這個主日聚會 所以我恢復了在我們家旁邊的天母教會 天母長老教會的主日聚會 可是不是很穩定 就是覺得那時候就是有道就好了 然後也開始尋求婚姻 雖然說那時候我年紀已經不小了 那時候已經高四十二了 因為媽媽都已經沒有在我 因為1995年就過世了 所以說二十幾年就是滿十三的 然後在2012年 主保守我認識了旭靈 然後旭靈一下就帶我來照會 就這樣改變了 然後在2013年的春天 我就與旭靈在主理結論分配 這裡是我們結婚聚會留下來的照片 後來發現那個淳慧跟國慶弟兄也都可以 參加他們的結婚聚會 那天剛好在結婚的時候 又發現了這張照片 所以說就是認識了旭靈之後 就是透過他中文的長老領屆 我就進入二十二會所 然後主也為我預備了一位中信的弟兄 天文先生陪我管薪 雖然說我那時候已經年紀超過四十歲 可是我還是加入在他家的親子牌 開始過正常的照會生活 進入一年讀經一遍 生命讀經 然後一年七次的特會追求 讓我認識了聖經 也更加認識我自己 對神的話 因為有過照會生活 讀神的話 神的話就我脫離了各樣捆綁 結束了我的黑暗期 再次迎向光明的人生 就是說這裡 這裡有兩張照片 都是前幾個禮拜 在我們家的親子聚集 然後這裡講到說 2005年就是客觀的得救信而受盡 可是2012年認識了蓄靈之後 就是有過照會生活 主的話帶著靈分次到我裡面 讓我有這個奇蹟式的改變 所以說就是要過照會生活 然後再來就是2013年就結婚以後 也在照會有佩搭服事 開始過有意義有目標的踏屬人生 Amen 好 我們在看到這 這是約翰福音六章六十三節 主的話是靈是生命 Amen 認識聖經幫我了解人生的真相 Amen 我的黑暗與 黑暗其餘與錢財的所迷有關 Amen 我們再回到那兩張可愛的照片 就是那兩張可愛的照片 中間就是我這個 就是被那個快速得罰很多錢財的思想所迷惑 Amen 因為旭林一直跟我講 我這個人轉得很快 Amen 這也是因為說我在美國生活20年 有相當的美國文化在我 我被相當的美國文化所構成 美國就是一個很敞開的社會 所以說像我的英文發音 為什麼可以比其他人標準 因為我是到美國才學APC的 所以說我就是在那種比較吸收掉 很好吸收的那個文化 可是那是相當感謝主 讓我有那麼多的時間能夠在美國生活 可是在美國同時它是一個社會 那時候我也是不夠成熟 因為它的媒體會很誇大很多財富的好處 所以說我國三的時候 我會跟朋友講說 我常常看一個節目叫做 Lifestyle Rich and Famous 就是一個專門介紹億萬富翁過的生活 然後我也會訂那個Business Week 然後Business Week我最喜歡就是 它每年會有分一側 今年有哪一位銀行家在華爾街賺幾億美金 所以說我就是整個被迷惑掉 所以說我才會一直說 要讀金融金融金融這樣子 可是就是過了昭會生活以後 我發覺我得著的亮光 人是不需要那麼多錢的 過度的追求金錢 在意金錢讓我陷入黑暗的深淵 就是說我那時候 在外資的時候不順遂 我假如說就是往後太步 所以往後一步想 就說其實在普通的地方就好 可能我就不會那樣子 整天在那邊想東想西的進出醫院 所以說這就是讓我真的很感謝主 讓我過昭會生活 讓我完全體認到說 年輕的夢想到華爾街賺大錢 是錯的 因為那金錢遊戲是完全是屬世界的 對因為那個世界是灑蛋 世界屬灑蛋的權勢 然後灑蛋不愛我們 是阻礙我們 所以金錢遊戲是虛空中的虛空 它念錢財就陷入世界的網絡 對因為是阻礙我們 然後財富是主的事與 要強求而得 Amen 感謝主 Amen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三處經節 一起來鼓一下 馬可 十四章十九節 後來有今世的勢力 潛在了你國 以及其他的待遇 進來把道全然進出了 道就不能解釋 我們以前來 道就是基督 Amen 對 所以說我們要更被基督得酌 就是不能受到今世的思慮 有瑕疵 Amen 也不能被錢財迷 Amen 然後一起來看一下 提前六章六至十節 Amen 那些善良發財的人 就現在是有網絡 和許多不知有愛的思慮 教人沈溺在敗敗的滅亡中 因為財財是亂和之人 有人貪念錢財 就受迷惑 一切要信仰 就許多獨奉 把自己吃夠了 然而 一年又有基督 便是大業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來 也不能帶什麼去 只要有養生 主者神主 就當地死為主 因為過了招惠生活 這麼多年 就是也很愛主 因為主真的有感 Amen 然後我也是很敬虔又知足 所以說現在就是真的 享受到很多的平安與喜樂 Amen 然後一起來看一下 提前六章十七節 Amen 主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心事好 也不要欺望你無弊的錢財 只要欺望你那這樣 百股豐富的過敏 我們享受的神 對就是一切就是信靠主 主是一切 對 不要 不要 就只要信靠主就好 Amen 所以說因為 因為主改變 讓我有這個奇妙的大改變 所以說之前我 因為爸爸投資私利 所以說因為錢財的緣故 我會恨爸爸 到後來 主開了我的眼睛 自己知道是非常的 便利與不孝 所以說悔改成為孝順的兒子 Amen 因為去年底也跟我們正義弟兄 一起為爸爸施敬 Amen 帶他得救 Amen 給我看見 父母在世是主給我們 有時間的恩典 Amen 叫我們還有孝順的機會 Amen Amen 然後這一章是 小時候跟這 右邊那一章是去年 Amen 我跟爸爸一起過生日 Amen 因為我跟爸爸是同一天生日的 Amen 我就是一個蛋糕就可以了 可是他今年五月就為主接手 Amen 爸爸得救完全是主的憐憫 Amen 因為爸爸一直心很剛硬 一直到最後他氣接過後 然後在去年底才願意受盡 Amen 所以說我們只是 爸爸的得救就是 我很感謝主 然後 爸爸的離世我很不捨 可是 因為爸爸在主那邊 所以說我有這個平安 Amen 所以這一個讓我更覺得 有主跟 有信主跟沒有信主 真的差別太大了 Amen 然後就講到說 主讓我看見 孝順就是敬畏神 尊敬生命的源頭 Amen Amen 對 就是與一個年輕弟兄在錄影訓練 一起做信息的總結 Amen Amen 我跟姊妹在錄影訓練一樓做總管 錄影訓練總管 所以說很享受就是很享受燒會生活 Amen 因為奉獻是我的彩事 Amen 在錄影訓練一樓獻上自己 Amen 於是我就是很 就懸然的投入招會服飾的配搭中 Amen Amen 我覺得這是最有價值榮耀的職業與工作 Amen Amen 感謝主持 這兩張照片就是 這過去幾年 我們在家 在我們家開的大專牌 Amen 自從2015年我們家第一次打開家 在青春華語特會接待印尼四水來訪的聖徒以後 我們家就是每逢有機會開家接待 就基本上會所需要配搭我們就擺上 對 然後很享受每次開家 因為就是很喜樂 不管說是開家小孩還是開家接待聖徒 Amen 每次預備的過程就是很喜樂 Amen 因為就是整個過程就是很享受主 Amen 然後有 我們也有就是 配搭這個大專親子服飾跟書包服飾跟錄影訓練總管 Amen 所以說每天都喜樂活在主的面前 Amen 感謝主 這也是在我們家接待 波蘭的、日本的跟壯年班的 Amen 這裡講到說婚姻是神的命定 是基督與照會的御表 Amen 就像林宏弟兄在遜靈和我的結婚聚會所做的見證說 能夠取到遜靈是我們家莫大的福祉 Amen 就是認識蓄靈带我 來遜會 我才能有經歷這個奇蹟的大改變 Amen 對 與姊妹配搭 一人趕一千、兩人趕一萬 Amen 很享受每次的開家服飾 因為我們家雖然不是 雖然是一般的公寓這樣子而已 可是每一個到我們家的人都說 幾乎每個到我們家的人都說 是很溫馨的一個環境 然後享受與眾招會 不管是島內或者是國外的 就是很多機會有相調 更能看見身體的豐富 與一個新人的意下 那接下來我們想說 我們也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今年我們拜訪了一些的照會 對那因為在之前呢 就是我們因為照顧公共的關係 我們要沒辦法出國 那今年就是因為公共被阻接走之後 有點釋放了我們 所以我們只要說教會有哪邊要去相調 我們兩個都會舉手要參加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 在我們今年的八月份 我們到了那個四個國家 就芬蘭然後愛沙尼亞然後莫斯科 我們去面面去訪問 那這次去的總共就是有二十個人 那也包括其他會所的聖徒 還有包括四位從美國來的聖徒 那我們就是拜訪了四處照會 包括有赫爾辛基 然後塔林的照會 他是在愛沙尼亞 就是波羅基海三小國之一 在愛沙尼亞的塔林照會 那另外在莫斯科我們訪問了兩處照會 有包括聖比德堡跟莫斯科照會 那我們在這次的行動裡面 我們幾乎都是全員一起行動 然後到那邊去拜訪聖徒 那在赫爾辛基的地方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們在那邊就住了一個公寓 然後我們自己做早餐 然後我們還有一天呢 我們就自己準備了愛宴給當地的聖徒 因為當地的聖徒他們距離都住得那麼遠 他們愛宴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愛宴他們 然後他們從各個地方 坐一個半小時的電車來到我們這裡 然後我們也參加他們的小排聚會跟禱告聚會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 這邊是在赫爾辛基 那他們也會利用 這個是一個圖書館叫做宋鵝圖書館 他們也會利用這邊 作為他們發放福音單章的一個戰火 他們就在這邊整理的福音單章 然後到外面去發放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所講到的 我們在我們成都的公寓裡面 而我們這二十幾個從各年來的弟兄姊妹 我們就一起配搭 然後我們愛念他們 然後也配好甜美的交通 對 那在這個赫爾辛基的照會 因為其實在丹麥呢 在芬蘭呢 它是一個所謂的基督教的國家 他們就是基督屬屬於基督教的 那對於這個我們主流恢復 是認識的比較少 所以當地的聖徒大概也是大概二十位左右 那主要是有一對中國的弟兄 跟他的姊妹在那邊做主體的服飾 那包括台灣去的主弟兄一家 跟韓國的聖徒後弟兄一家 那他們在那邊就在那邊為了我們的主流恢復建廠的贊助 那在那邊呢 他們現在也在翻譯所謂的芬蘭文的聖經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獨聖經都還是採用英文版的 那他們現在在翻譯芬蘭文的聖經 所以就有一個最高的弟兄呢 他就是主要就是在由他來翻譯芬蘭文聖經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到了那個塔林照會 就是這個愛撒尼亞照會 那我們到了那邊呢 我們主要是去拜訪一位全世界服飾者歐撒馬 那他原來是一個叙里亞籍的穆斯林 可是因為他農到神的故障 他就進入神愛死的國 那我們他們的家非常非常小 大概客廳大概只有十幾坪 可是把我們那二三十幾坪全部都擠進去 非常非常的喜樂 對那我們還有一天呢 我們是在那個野餐相調 不過那天呢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擺食物的時候 天氣還好好的 要開始吃的時候就開始下雨了 這樣 那在那個愛撒尼亞一下雨就變得非常的冷 可是非常奇妙就是我們所有人都沒有離開 我們還在這個雨中呢 唱說主啊我愛你 我實在深愛你 我覺得這麼景象呢 到現在我就還印在我們的腦海中 然後我們吃完飯魚也停了 很奇怪 對所以呢這個 我三馬弟兄他就講到說 他那天呢他就跟主過不去 他就說主啊我這個愛念啊 你怎麼讓你怎麼你怎麼讓他下雨呢 他就他就跟主了就過不去 後來主就跟他講說 這個我讓他下雨冒犯了你嗎 然後三馬弟兄說並沒有 結果他就覺得自己就過去了 所以隔一天呢我們就到了這個 他們在那邊住了一個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幼稚園 那我們在那個幼稚園的地方呢 我們在那邊做這個郭筆的聚會 然後呢弟兄也講到說 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有鋼琴的聲音 因為從美回去的一個姊妹她私琴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在愛撒尼亞那邊 所拍的一個大合照 那在愛撒尼亞那邊呢 受徒大概是三十位左右 他們大部分呢都是俄羅斯 把俄羅斯人移民過去的 烏克蘭的移民過去的 所以我們在那邊交通就是 中文、英文跟俄語、三語 這樣子一起交通這樣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坐巴士 我們就前往這個聖彼得堡 對那在聖彼得堡 我們當然也看外面的舊造 舊造不重要我們來看新造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跟聖彼得堡裡面 我們在那邊做香條 那他們那邊呢也有非常多的聖徒 在那邊做主體的服飾 而且他們那邊呢其實非常非常的看重 這個青年人的服飾 在這個聖彼得堡就是這種大樓裡面呢 他們就設有弟兄之家跟姊妹之家 然後我們的飯店就剛好在這個會所的對面 所以我們每天走過去非常的方便 我們早上都是出去觀光 下午回來就看見他們的寶寶聚會 在他們的小孩聚會 然後當然他們也愛怨我們 那這個就是在這個聖彼得堡一樓的 這個會所的入口 對 那我們在那裡呢 我們也參加了他們的祷告聚會 我們就交通到了這個聖彼得堡 跟台灣各地的那個需要 我們就彼此的祷告 那在那個時候呢 他們就想到說在1911年的11月 跟1992年的4月呢 在那個時候剛好在美國呢 有兩次這個大的這個特會在聖彼得堡 跟祷告聚會 可是莫斯科呢 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收到聖彼得家裡面 而且聖彼得家裡面都是 家家愛用我們 那時候我們有20個人嘛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兵分 比如說兵分五六路 兵分三路等等的 我們就到了不同的家裡面去做相調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也到 我們去的時候說很近很近 可是其實我們單程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就是除了坐地鐵之外 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 才能夠到這個聖彼得家 所以這裡也可以看出呢 他們不管是在聚會或是主日聚會 他們其實都要非常負代價 相對於我們台灣 對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這個在8月16號的話 我們就是兵分六路 我們大概把我們20個人拆成 大概三四個人一個組呢 然後就分別到了聖彼得家裡面 去訪問他們 然後他們也接受他們的愛業 那我們還是會有一個大的集中聚會 這個是在莫斯科的一個集中聚會 那在這邊特別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那邊也參觀了莫斯科的 全時間訓練中心跟那個福音書房 那因為 因為當時那個李立松是非常的有遠見 因為他們覺得呢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福音要傳出去 話必須要擴展 話必須要擴展的話 就必須要有俄文的翻譯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有俄文翻譯的工作 以及自己訓練自己的全時間 的人 然後在那邊做當地在那邊的服飾 所以我們到那邊去 我們真的是非常深受感動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莫斯科的這個 主治聚會 他就在莫斯科大學的對面 也是有一個房子 然後我們在那邊做主治過敏的聚會 那之後呢 我們也跟當地有一個皇帝說的家 因為他們那個 他們在外交部工作 跟科技部工作 到那邊 被泡到那邊去 我們也在那邊有了相調 那晚上我們就回到了台灣 這個就是我們非常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在今年的九月份 我跟弟兄也到了那個印度去 主要是參加林特尉 那之後呢 我們也有一些這個訪問的行程 那我們就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更快的認識到了這個印度的照會 就發現印度照會 實在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其實印度 它的範圍還蠻大的 那現在呢 總共是有185處的照會在印度 可是主要是在這個南印度 那麼北印度的地方呢 比較少 大概是只有12 還有12個州沒有這個組的見證 那但是在這個印度 它總共是有13億的人口 8億處在北印度 可是目前在印度這個聚會的正常人 人數大概是在4千5百位左右 那麼有7千位是有照會生活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古爾邦照會 它的一個主日國品聚會 那麼同時呢 在這個印度現在也在做那個印度文的翻譯 因為印度它特別的不一樣 就是相對於其他的國家 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的邦尼非常的多 他們的邦尼大概有20幾種 那所以他們現在的官方語言是英文 可是還是有大概約有5萬到7萬人左右呢 他們是讀這個印度文的 所以現在就是有個負擔呢 是要翻譯這個印度文的現金 那這個就是講到說 這個不管是在古爾邦照會 或者是在德里照會呢 其實呢 祖都在他的行動中呢 把這個得罪人數來的嫁給他們 那麼同時我們也發現 其實在印度呢 也非常積極的追求許的話 不管是進入錄影訓練跟導演 背獎等等呢 他們也都非常積極的在追求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祖的開展 就是講到在印度的這個 尤其是在北印度的地方 有一個德拉頓的城市呢 那希望能夠在那邊成立金燈臺 那目前是有一個家已經移民過去 那同時呢 也藉著各地聖徒的一個幫助 包括到香港照會 新竹照會等等呢 也過去那邊配了他們開展 那希望這個德拉頓照會 能夠在今年年底能夠成立 好那接下來這個是在這個新德里的照會 因為新德里的照會跟古爾邦照會 他們兩個的區別不會太一樣 因為新德里主要旁邊都是學校 專門做學生的工作 那古爾邦照會 它是比較新興的地方 它主要是做親職 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也講到說 這個要得 要掀起聖徒願行他的路 就是沒有奇蹟 就是要一周周的走出去 那我們看到這邊呢 其實很多的聖徒呢 都投入到這個 這個水德的工作知識裡面 好 那這邊就是講到這個 剛剛有提到這個德里照會呢 他們主要的是做學生工作 因為他們那邊有很多的大學 包括德里大學跟印度理工學院 所以他們主要是在區教裡面 來開小牌 那那在這邊就有講到 他們這個印度的幾個負擔的工作 我又把它把它想念下來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在台灣重招會 也應該為印度的工作有帶導 那他們在這邊就是講到說 特別是第四點跟第五點 他們要故意他們的學生 參加短期的學生學生 因為就是一個月的那種 就是在暑假 或者是在寒假的時候 參加一個學生學生學生的訓練 那畢業之後呢 參加全程的兩年學生學生學生 那這個是 剛剛有講到這個歷史性的負擔 就是他們目前呢 正在著重翻譯這個印度文的聖經 那目前就是講印度文的人口 是有五億人口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聖經非常的重要 那主演預備了 有四個翻譯的人 希望能夠在五年內呢 完成到這個印度文的這個聖經 那也希望這個全球各地人 能夠為這個代導 並且擺上奉獻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到那個 古爾綱 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古爾綱照會裡面 我們有一些間的一個交通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到晚上的時候呢 就有在這個古爾綱照會 我們有一個相調跟愛宴 那這邊他有講到這個古爾綱照會 它是一個發展很快的 新興的都市 在那邊有非常多的公司在那邊成立 所以有大量的移民移民進來 所以在這個古爾綱 他們主要是做親職的工作 那在這邊 因為那邊也有成立那個 學習間訓練中心 所以他們那邊 所成全出來的學員呢 其實就分派到了各處的照會呢 去做這個加強的工作 那目前呢 就古爾綱照會來講 他已經從兩年前的二十五個聖徒 到現在已經有四十二個聖徒 在那邊聚集 那麼同時也有一百二十個人 是在接觸的年代當中 好 那在這邊他有講到這個 我覺得 我很受到這個古爾綱照會 這個他們周周出去傳福音的一個激勵 因為其實印度非常非常的熱 他們說他們現在夏天的時候是四十五度 那但是呢 那時候去 不管是從香港跟台灣去的聖徒 就是在那個四十五度的高溫下 陪著他們去叩門跟傳福音 而且他們是非常的就是實行美洲 就是兩個時段 兩個時段要出去操練那個傳福音 然後走上這個神命令的道路 那這個在過剛照會呢 總共有七個幾個方向 那麼包括到像第六跟第七點呢 就是說他們現在也 每個人接受負擔要學習慕養一個人 那麼同時呢 他們也在操練上面做統計 那在這裡呢每天晚上都有聚集 那當今天晚上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見證 擺出來 像這個就有一個 那個Joshua弟兄 就是我們在下面看到的那個 那個弟兄 他會講到說 其實他是很好的學校畢業的 他也是在三星工作 那但是他過的並不行了 那麼後來呢 照會這個一個姊妹呢 把他引到了這個這個照會之中呢 他就在這個照會的生活裡面 享受了主 最後呢連他的父親都得救了 其實印度人得救非常不容易 因為他們百分之七十五 都是印度教的背景 所以他們要脫離那個印度教背景 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說這個弟兄 他就覺得說 他能夠進到這個神的家中 是覺得非常的謀恩 而且這個弟兄 他也說他也很願意 在各個地方受到這個限制 然後願意呢 來更多的投入到照會的佩達裡面 然後後來下面就是還有一個 他有一個姊妹 他說他覺得他不會慕兩人 可是他有聽到一句話 就是聽說跟他們講說 為什麼我們照會不能夠伴征呢 是因為我們沒有人起來牧養 所以他就說 那好那他要起來牧養人 所以他雖然才剛剛得救一年左右 可是他就帶了一個姓人得救 他就牧養了他 所以他就覺得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要來牧養人 那現在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個牧養的材料 來做這個牧養的工作 那另外呢就是這個媽媽 就穿那個花衣服的那個媽媽 他的父親是 他的弟兄是一個飛行 人就是飛來飛去的 可是呢他說呢 他來到了這個國防照會之後呢 他就看見了這個生命 他看見了真理 真理與生命 他就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那他有兩個兒子呢 目前也都非常穩定的 在這個照會生活的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派的一個大國照 那其實到了那個印度去 我覺得給我跟弟兄的震撼是蠻大的 因為印度如果說 你到外面去 你會發現他們是有一群人 完全沒有希望的 然後就是在街頭上 就這樣走來走去 眼神都沒有盼望的 可是你一進到了照會裡面 哇那個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不一樣的國度 就是在照會裡面的 每一個人都好有活力 眼睛都充滿了希望 我就覺得這個 就是像我在這個民術記所講的 就是說我從高峰看他 我從小山逛他 這是獨居的名 不將自己算在萬名中 我覺得我覺得我到印度去 我特別這種感覺 就是這群人實在 真的是被神分別出來的 然後在他們的身上 就是有光明的前途 然後你看他們的臉神 就是非常的篤定 非常的有叛亡 根本真的是跟在街頭 街上那些沒有神的人 很不一樣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就有感覺到說 雖然說印度他在外面的條件 這環境雖然是不好 可是在那裡實在是 有一批中性的弟兄跟姊妹 他們在那邊 僅僅跟隨這個職事的帶領 而且他們在那邊 比我們更懶的 去傳福音 去墨養人 然後相當受到他們愛主的激勵 然後我們也要為他們這個 這個印度文的這個翻譯 這個來禱告 希望這個聖經的話 能夠擴展出去呢 主就更多把得救人數加給我們 Amen 這個是兩個很大的點 我想要跟大家交通一下 一個第一點就是 這是真理 這就是世俗 沒有主就是虛空 有主就有平安 有主就有一切 Amen 這在我一生中 這是很清楚的 Amen 然後 每次我 發肉體的時候 Amen 我就是要 要 該甩這樣子 Amen 然後第二點就是 鼓勵聖徒追求主的話 Amen 因為這個 因為 因為 話就是神 Amen 唯有我們說 追求主的話 我們才能愛一個我們認識的神 Amen 才能更能被 他的 擴長道聲更吸引 Amen 更被他得署 Amen 這樣子我們才會更愛主 Amen 也更保愛教會生活 Amen 也更保愛弟兄姊妹們 Amen 感謝讚美主 Amen